为什么把我的头发扎起来了呢 因为我现在的短发扭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就是这里 全部都这样往外面翘起来 但是我没有解释因为我要把它留长了 Hi 大家好 我是妮可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是我的香港公务分享 但其实里面有一两件呢不是在香港买的 就是在这边的网上买的 第一件买回来的东西呢 我觉得不光是我一个人享受 大家也可以享受到的就是我以后可以拍出画面更好的视频 我买了一个新的相机 那这个相机呢就是佳能的5D4 现在正在录的这个呢是我的旧的相机是佳能的70D 我就不多去介绍这台相机它的什么功能啊性能什么的 我们就直接现在换一台相机 让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差别 怎么样 大家觉得有差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差 但是我就知道它的对焦速度比较快 所以我以后拍装架视频的时候就不会再容易出现一些虚焦的情况 这样比较好 那这台相机呢我是展了很久的钱才把它买下来的 我一定会跟它好好磨合 好好练习 然后拍出画面更好的视频给大家看 第二件东西呢就是我奖励给我自己的毕业礼物 嗯 大家应该知道我自从做UP主以来呢我就很喜欢把自己的一些化妆的小经验啊 还有就是做视频啊写文章的一些灵感呢 会全部把它写到一个本子上面 虽然说其实用手机记录或用电脑记录也可以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这种东西用笔写下来的感觉是最好的 最便于我记得而且是最激发我灵感 就是在写的时候我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灵感 所以我就给自己买了一本很大的本子 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 上面呢这里还印了我的名字 我的英文名 打开的话呢这本本子这一面呢还有一些拉链呢 可以装一些零碎的东西 这个笔记本里面的纸呢它是可拆卸 然后可以添加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子我以后可能会用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家以后看到的所有的视频啊 我写的文章啊 可能最初的原稿呢 全部都会记录在这个本子里面 我觉得拥有一本这样子专属于自己的记录本 里面记录了你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创意 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件呢 也是一个非常少女的东西 那它是长这样子的哦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个美少女战士的一个首饰收纳包 它是这种米黄色的 然后这里有个小球球 我买它回来 除了因为它长得很可爱之外呢 还因为它很小巧 然后呢 我是想把它带去旅行的时候 或者说带去出差的时候 里面放一些首饰用的 因为我上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呢 我的首饰全部都是乱糟糟的放在我的包包里面 结果呢 就有其中一条项链就不见了 到现在都找不到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买了两双鞋子 距离我上一次介绍我买的鞋子 已经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事情了 第一双鞋子呢 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双牛仔布做的高跟鞋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环住脚踝的一个细带 我发现它这个下面这个鞋底这里呢 加了很多那一种软软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里面 因为高跟鞋穿久了嘛 肯定会有点 就是脚板会觉得痛觉得累 但是它加了这个呢 就会让脚板觉得很舒服 下面的这一双呢 真的是人见人夸 而且它超级酥 下面的这一双呢 真的是人见人夸 而且它穿得很舒服 它是这样子的 那这一双鞋呢 它不是在香港买的 就是在天猫那个小CK那家店买的 好像是他们的新款吧 它好像还有一个红色的 但是我觉得黑色这款比较好看 这个鞋子呢 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300多块钱 但是我穿出去的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它应该是一双价值 1000多以上 价值1000多以上的鞋子 就看上去不像是300多块钱的 后面这里呢是粗根的 而且这个鞋子真的很百搭 搭优雅一点的裙子也可以 搭休闲一点的牛仔裤呢 也很好看 下面一件呢是我的日常囤货 我旧的这瓶红腰子呢 已经快用完了 然后我就多买了一瓶 这是新的 然后之前我那篇精华视频里面 已经推荐过它了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多说 这个就是一个囤货 还买了一款褶梨状的面霜 是来自倩币的 它的质地是褶梨状的 我觉得它对于混干皮来说 在夏天用呢 既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保湿效果 同时又不会觉得太粘腻 我记得我买它的时候呢 大概是400多港币 然后它有125毫升 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的容量 我觉得我是用一个夏天都用不完的 所以这样折合下来 我觉得它是一款满划算的面霜 你们觉得我今天的眼影好看吗 我今天用的这个眼影呢 也是我新买的 而且是梦寐以求想得到它很久 但是一直处于断货断货断货中 然后终于这一次去香港的时候 就把它收入了两种 它就是来自于Kiko的四色眼影里面的101 大热色 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 是这样的 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100多一些 而且他们家眼影的粉质 真的是不用多说 我已经跨过很多遍了 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于晋车 你们如何 esca fit 吉兰 对 谢谢 我们 by bwd6